接下来这个例子 它是要帮我们连结 导数跟图形 就是说给原本的图形 它要我们寻找是什么 它导数的图形到底长如何 要看这边的里面 一个关键点就是先去看极止点 极止点就是我们下手的地方 在这极止点 极止点就写 极止点只要它可以微分 那它的导数一定是0 所以我们去看它这个f'x的时候 它一定要通过10这个点 所以一定要通过10这个点 所以这边a就有 那这里也有 这里也有 所以不幸的是它有这个的还蛮多的 可是呢 我们一开始是怎样 一开始是下降 一开始的图形是属于下降的趋势 一开始下降机是的话就表示说 这边它的导数值是要是负的 那这边是很多人会转弯 转不过来的地方 就表示一开始斜率是负的 但是这边呢 这边是它的值 就是因为它是斜率的图形 这边是正的 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不对的 所以一开始它要在怎样 要在y轴下面 在y轴下面 那c跟d的差别就是那个 斗度 就是说以c这个图来说 它说什么呢 y在x等0的时候 它y是负2 那这个x等0的时候 y是负1 所以我们就回过来看原图 原图在0这一点 它的斜率差不多多少呢 对 其实在0这一点的话 斜率其实应该还没到负2那么陡 差不多在负1而已 就在负1 所以这边就是稍微画看看 因为负2实际上是前进一格下降两格 可是负2大概是这么陡的线 那负1差不多这个线 那这个大概跟这个比较平行 所以这一点的斜率是负1 所以我们就要选d 那所以在做这种题目里面 你就要从图形上去观察斜率 对 然后另外极致点是一个最先判断 但有时候极致点还不够 所以是真的要看它斜率变化 那像这种斜率为负 就表示说它导数的图形会在A轴向方 这是一开始最容易转不过来的部分 要多注意一下